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子的名字我先写出来 小孩子的名字是陈记 安静的记 第三个字呢 语文文 我就很不喜欢看到女孩子用这个字 他是96年次的 应该是14岁了 是丁亥连生的 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叫陈记 零 她的是99年次的 99年次 今年已经是11岁了 属于根 引连的 这两位小朋友 我为什么把它提出来 就是说他们家里用的辈分 这两位都是禁 禁这个字 其实还好 就是说不太 不太看出它是属于男性 还是女性的名字 因为这个安静的禁 所以也比较属于一个很平稳的字 所以用起来大原则上没有什么差 可是问题点是说 禁这个字 我把分开 阳边 龙针虎斗的针 有老虎的味道 那对猪来讲 你有像变成老虎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 结果呢 意思是说 你的男性猿 对他来讲 本身就 不好恰当 那对这位 正好是老虎的 他用针 因为 我们讲 两只老虎 最好不要相逢 相逢两虎相争 必有一山 所以 这个字 就不恰当 对 这两个小朋友的名字 第二个字 虽然是备份 不得已 最好是不改的情况下 那真的是 比较麻烦 因为这两个字 事实上 对猪来讲 对老虎来讲 都不恰当 那我们先来探讨 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对这位死猪的小朋友 他底下一个羊腿岔开 所以 文字 原子上就不好 对不对 朋友都知道 文这个字 我们尽量第三个字 不要用 好 否则后来 沙山是蛮重的 那 对老虎 这个小朋友来讲 老虎为王 没有问题 可是呢 首先他大姓耳朵 老虎的耳朵被拎 这个老虎是臂猫 老虎为臂猫 你怎么最后要称王了呢 所以 这边也不好 那 羊鞭呢 不错 为什么 老虎为森林之王嘛 所以这个鞭鞭 对老虎是不错 可是这个好 对这个小朋友来讲 属于操劳的命 操劳的命 就是说 是有辛苦的命 然后 享福 没有 这个 就更不用讲了 这不但是操劳 而且是什么 劳碌不休 云属水 水克火 那雨中长龙 跟猪来讲 倒没什么太大 可重点是说水克火 所以这两个小朋友的名字 用下去 因为第二个字也不好 所以 今天才14岁 没有 那她的感觉 是16岁开始 会慢慢走下坡 那这个小朋友呢 因为耳朵边已经不好 从11岁开始 就走下坡 正好今年11岁 所以她的感觉 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所以两个小朋友 这个名字用下来 我是觉得 备份是 如果能改 还是要改 如果备份不能改的话 我倒不勉强 只要你 第三个字 要用得好一些 这就是 我给这位 两个小朋友的 一个建议 再来 我 有另外的观众朋友 来信 她的名字叫 木子里 珍 珍珠的珍 以珍 单名 79年次 今年已经31岁了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她这个名字 中间缺一个字 女孩子的名字 无论如何 不要用单名 男性朋友要用 可是她这个先天的一个 条件就是说 大性要好 要对男性要好 然后你用单名 但还勉勉强强 可是 以女性朋友来讲 不管你大性好与坏 都不可以用 再加上 木子里 因为她是31岁 她是属 耕五年的 老虎 马 耕五年的 根金 金刻木 是不是先刻了 第二个 子武冲 又刻 所以这个名字叫 天刻地冲 天刻地冲的名字 首先 她 就不适合 就是应该是从小就要离开家 离开父母 她才有发展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真这个字 其实用的还可以 可是 我们讲 王 对 马来讲 是不错 可是 第一个 因为你有植物充 所以用王也不好 第二个 王是上土 下土 都是土 火生土 是生 生粗 表示什么 你永远追钱 所以这个小朋友 不知道 这位小姐 她是31岁 已经 算是蛮自我成长的 也就是说第三个字 也接气了 所以她就变成 情路首先不好走以外 其实她的财路 也不是很顺 因为你要追财 而不是财来生理 所以情路不好走 也就是说你可能 赚钱够用了 事业可以了 可是我的建议 如果真的赚到钱 这个钱因为是追来的 比较不容易保留 所以有钱 买房地产很不错 可是 因为你的情路不好走 所以 这个路 婚姻的路 可能要 真正讲 可能要41岁以后 婚姻缘才出来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时间还蛮长的 现在你才31岁 已经31岁 要到41岁 还有10年 女人的青春很重要 对不对 再等10年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你只要第二个字改一改 第三个字再加强一下 所以这个名字 对李小姐来讲 复古无援 科名没有了 所以你的工作呢 只能找一个 平民就是说小一点的公司 大公司 你进去 还要被你拖垮 所以小公司来讲 赚一个钱 还够底用 也算是 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今天我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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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